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进行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玩一次讲的话 要去讲什么东西呢 图片验证码什么完事啊 图片验证码完事之后 应该是短信验证码了吧 短信验证码的话 咱们今天要做到哪呢 咱们今天要做的话就是说 先不管短信验证码怎么去生成 也不管去短信验证码 这个教验图片验证码这个逻辑 咱们先不做 咱们得先能够发送短信吧 对吧 咱们得先把发送短信的东西 先跑通才可以 那这个东西的话咱们怎么做呢 咱们自己肯定是没有能力发送短信的吧 所以别去引入第三方工具了 所以呢这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要去引入第三方服务 借助第三方服务来帮助我们发送短信 那咱们给大家去引入的第三方服务 是哪个东西呢 我们给大家去引入的话 第三方的服务有很多 咱们给大家去引入的是哪个东西呢 我们放到这个 我在这个咱们的工程代码里面呢 有一个note note.ts呢 是我会每天给大家做比例的 底下这个接口文档是放到这儿的 咱们之前写的 然后咱们来去看一下note.ts 我给大家写一下 这对应呢是 相当于是发送短信的服务 发送短信的这个服务的话 我们给大家选的呢 是叫做荣联云 荣联云云通讯 是这样东西 然后呢 他的网址的话是3w.这样的云通讯.com 就是呢 一个拼音 所以呢 需要大家做的工作呢 是你要访问这个网址 然后呢 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呢 这个账号的情况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哪呢 咱们直接去访问一下 3w.云通讯 进行一下访问 我们先来看 肯定要收费的 但不想掏钱是吗 没有问题 他给你测试可以用 我们看一下 需要你等访问之后呢 这里面点击一下注册 然后呢 你就按照正常的注册流程 去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面会有手机号 邮箱跟密码 这个邮箱的话 我印象到的是 他不进行邮箱验证 他只进行的是手机号的验证 他会给你打电话 然后呢 可以给你发送一个 早期验证码进验证 发送一个验证码进验证的 一旦验证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进来 我进入进来之后的话 咱们就干刚才那方式进行登录 登录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发现 然后呢 上面你是不是看到一个送送余额啊 所以每个人一旦注册完成之后 他都会给你8块钱 然后你进行测试 而且这8块钱的话 比较长久 看一下 我这个账号呢 是从去年第一期开始去申请的 到现在还是算4块3毛4呢 所以就想到你 他每发送测试短期呢 都会从你这个预额里面进行扣 足够你进行测试的 然后再跟大家说 那正常情况下的话 你一旦注册完成之后呢 还是得说这里面有一个开发者账号 开发者账号 这里面给你提供了 提供完成之后在哪呢 在这个应用管理当中 就像你微信这里面的方式的一样 我得去创建一个对应的应用 这个应用的话 指的就相当于是说 对我后端来说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抽象 你要去进行申请 申请完成之后呢 就相当于这里面有创建应用 你去做 你要进行的是哪种对应的东西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呢 确定之后呢 它还会对你进行相对应的审核 所以只有审核之后呢 才能够进行发送 但是呢 既然我们现在进行测试的话 那可以不用进行这样的方式 原因在哪儿啊 它给我们提供一个测试的东西 测试的话 这里面有一个测试号码 你要去注意 如果我们一旦进行测试的话 你不是给所有的手机号 都能够发送短信 它只允许你给三个 你选择的测试号码 来进行测试 所以你要做的工作呢 是你一旦注册完成之后 回过来到你的控制台 这里面有一个号码管理 在号码管理当中 在测试号码当中 你去把你的手机号填上 那你只有在这里面登记上之后 然后呢 你在后边测试发送短信的时候呢 才能够给你登记的这个账号 发送短信 所以你要给别人的发送的话 它是发送不出去的 所以是有这样的限制 需要在这里面进行登记 然后呢 这里面测试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那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这里面还有一个短信模板 这个短信模板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你一旦应用审核 它给你审核完成之后 你在这里面还要去创建 最近的这里面有一个新增模板 你还要去添加模板 添加完模板这里面 还有一个模板列表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意思就是说 你在后端发送短信的时候 你那个短信的内容 是不是可能会有好多种情况呀 你比如说发送短信验证码的时候 是有一种文本吧 然后呢 再比如说你注册成功 比如说你下单成功 是不是都可以想要发送短信呀 那如果相当于是发送这样的 短信验证码的时候 你可能就写了什么模板呢 您的验证码多少 然后请在几分钟之内输入 就相当于这样的模板呀 就相当于 这就是它所谓的模板了 因为你给任何人发的话 文本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编号这个验证码不一样 几分钟之内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就把这东西 叫做一个模板了 您要把不同的应用场景的 都先创建模板之后 才能进行使用 那我们没有进行审核的情况下 那它也用了一个测试的模板 测试的模板的话 编号就是唯一 那它锁定的方式呢 也是大概就是这个文本 就是您的验证码为多少 请在几分钟之内输入 然后呢需要我们把这两个值 传给它 这是关键的 好 咱们有一个基本流程 基本流程说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怎么去指使 这个云通讯的平台 让它给我们发送转信呢 这一点跟微信是一样的 我们跟它之间的沟通 仍然也是使用什么呢 也是使用HTP的方式来进行工讯 所以那在哪呢 看一下 点击开发者文档 在开发者文档当中 这里面就给我们列出来了 有几种方式呢 这里面有一个开发者指南 这是先当于接入 这里面还有一个SDK 代表我们再说SDK 这里面还有一个RESD API 你现在看一下 RESD API 现在是不都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肯定就是后端 暴露了真实的网址的那个东西了 API是不是那个网址接口了 RESTful又是代表的是 它遵循了RESTful风格去写的 所以叫做RESTful API 这是它最终的最根本的 那么一个访问方式 所以我们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的话 这里面来看一下选择哪个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短信的东西了 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 这里面去看一下 它先给我们列出来了 什么样的流程 我得先创建应用 然后再去进行相当于的上线审核 我们不看这个东西 只管哪呢 管一下短信发送接口 短信发送接口的话 那你现在说了 第三方的客户端或者服务端 指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 咱们的PLUS这个程序 我们需要让它谁呢 让这个云通信发送短信 所以就相当于 这个东西 第三方客户端就是我们 云通信就是它 我们跟它之间 需要进行的是一次 HTP的这样的请求吧 需要把数据描入给它 发给它的话 那如果你看一下 它就给我们列出来了 这就是云通讯的接口文档 在这个接口文档当中 你看一下 它不是指明了 应该往哪个网址上面发送吧 往这个网址上面发送请求 然后在这个网址当中 那它对应的后面的格式 什么样的格式呢 要包含这些的东西 比较当于 你要把这个URL 跟这个请求的路径呢 拼接到一起 是一个完整的路径 在路径当中包含了这些参数 参数的话 它也给我们说明了 是包含了每个参数 对应的实质的 什么东西呢 类型啊 约束啊 说明 然后呢 它不仅仅要求你传这些参数 还要求你带的 最好把这个请求头当中 也必须要包含这些参数 它相对应的说明了 说明完成之后的话 再往后走的话 它相对应的请求题里面 还是要带一些参数的 相当于你要 像那个接口当中 发送这样的请求 然后呢 如果发送成功之后的话 它给我们一个响应 响应里面也告诉了 它会包含什么样的资算值呢 包含status 包含这样东西 包含这东西 然后它的响应类型 会有两种 一种是xml格式的 反回数据 它也可能会 反回阶层格式的数据 这是关键的 然后呢 相当于 这就是它给我们描述清楚了 那我们就按照 它所对应的这样的要求 往这个网址上面 去构造的请求 发送是就可以了 这跟我们之前 在去讲微信的时候 相同道理啊 你使用urlab2啊 或者是使用你 马上在后面一个项目当中 讲到那个request的模块 都可以向这个地方 放送去求 这是它暴露出来的 最原始的方式了 那这样的一个接口的方式 无论你拿哪个语言 最终都得按照这样的方式访问 所以呢 它为了别人 再去使用的时候 更方便 所以呢 它就把这样的一种请求过程 用不同的语言 都给你包装好了 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写了 那你比如说 你可能用python语言 也得去访问这些接口 用java也得去使用 所以呢 它把这些东西 一个过程都给你代码写完成之后 它把封装好这东西呢 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刚才我们所看到的SDK了 SDK就是它所封装的一个工具包 你里面的记取细节的话 怎么去购到请求 怎么发送 你可以不用去做 它都给你封装好 你只要需要掉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有一个SDK的这样文档 在SDK的文档当中呢 它就能够具有相对应的说明信息了 在这个接口这里面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 在哪呢 咱们看一下 有一个相对应的 这个 你看一下 有一个免费测试 有一个免费测试当中 这有一个 Demo实例 Demo实例这里面 看一下 有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python的Demo吧 这是对应的python的Demo 它已经写的样例 然后呢 它所对应的SDK在哪呢 我们找一下SDK 这个免费测试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 转信的模板 这个是发动接口 应该是这个地方 在SDK当中 SDK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SDK和这个Demo的下载 你找到它 找到它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看哪东西呢 咱们看的是后端的 应该是 外部开发的 应该是副端的接口 在哪儿去了 也没在这儿 这个REST API的SDK的话 应该是在SDK当中 对应的Demo 这个待会儿我们再 先不战略时间了 待会儿再给大家说在哪 我们已经把那个SDK呢 给大家下载完了 待会儿再去跟他说 那个在哪 我们已经给大家下载完了 现在哪儿呢 给大家提供的项目资料 每个人有个 CCP REST Demo Python 这就是云通讯所封装好的SDK 它封装的时候呢 有好多语言 它都封装了 像Java Download都封装了 它也封装了Python 所以我们就直接 使用它就会了 CCP是它对应于 自己的一个SDK封装之后的 一个称呼叫做CCP 那么把它打开就可以 我们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呢 你看一下 它所封装的工具包里面呢 有一个readme的一个说明 说明当中 这里面就去说的 这里面要封装的 都提供了哪些工具 我们把它关闭掉 然后当中有一个SDK 还有Demo SDK是它所封装的 真实的那个 写好的那段程序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去用到了 CCP里面的这样的东西 用到它 上面这个Demo呢 是对于这个SDK的一个使用的 一个样例 这里面如果我们想要发送 模板短信的话 这里面有个样例 叫做Send Template SMS 使用的是它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就可以 好 我们把这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SDK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咱们给它放到哪呢 因为这里面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东西了 所以咱们给它放到咱们的项目里面的 Labs第三方库吧 我们给它放到第三方库当中 放到第三方库当中的时候呢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给你去改一个名字 比如说这什么东西呢 这是云通信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把它这个样例 Send Template 发送模板短信的 这个东西呢 也拿过来 也放到这个里面来 我们也给它推到这个目录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来去看一眼 当前在Labs这里面 有一个云通信的东西 我们得把它补充一下 给它做成一个包的方式 所以一个 刚刚平易的 .p5文件 把Labs作为一个包 然后呢 云通信是里面的一个子包 或者呢 云通信 我也得给它补充上 对应的那个文件 杠杠 引力的 当年已经变为这包了 所以呢 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CCP的 REST的SDK 就是它所封装的 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的话 你现在来看一下 它是以一个类的方式 给你封装的 叫做 IEST IEST 这是它所封装的一个类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看哪个东西呢 咱们来去看一下 这里面 是不是它在去 够到URL的请求啊 它在拼接 拼接之后呢 看一下 它是不是要用urlab2 urlopen去往下发动请求啊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说的这个SDK 就是你省得自己 再去写构造请求的过程了 它都给你写好了 写好之后 我们直接去用就可以了 接下来 回过来看一下 那看这个Send 的Template 的SLS 这个东西 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呢 这是它所给我们 去提供的一个样例 怎么去使用 它的那个SDK呢 它所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说 先从这个CCP REST SDK当中呢 把REST 刚才它所封装好的 那样的一个 这个类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呢 接下来 它把发送短信的地方呢 给你形成一个函数 然后呢 在这个函数当中 做的工作呢 就是发送模板短信了 怎么发送呢 先去创建REST 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在创建这个对象当中呢 需要去传 Server IP Server Pod 跟Server Version 这几个值呢 都是固定的 这IP Pod 这个Version 都是固定的 然后呢 再给这个对象呢 进行一下设置账户 要把这个东西呢 给你的账户 网名号 账户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Account的SID 还有Token 这两个值在哪呢 在咱们一旦注册好之后 在你的管理平台这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SID 跟那个Token呀 你要把这两个值 给它设置过来 然后呢 接下来再来去设计下 还有个APID APID在里面 也有一个默认的APID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这个REST的工具对象 就有了 有了之后的话 在工具对象当中呢 它提供了一个 SEND的Template的SMS 这么一个函数 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调入 这个工具对象里面的 这个函数 往外发就可以了 这个函数当中 要接入参数 接入什么参数呢 它也去说明了 TOO是发送给谁 发送给哪个手机号 LATUS代表是 你要发送的 这个手机号当中的数据 是什么东西 这个数据的话 是以列表的方式 它叫做数组 我们实际上 就是列表的意思呀 就是列表 列表的方式 然后呢 网站里面去传 以列表的方式 网站里面去传的话 那传的数据 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最终在发送短信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要发送的是 那个模板的东西呀 要发送一个模板 那这个模板的话 在哪呢 在咱们刚才所看到的 这个 这个短信 在哪呢 开发者 在这个RETO 这里面有相对应的短信 然后呢 在这里面有一个免费测试吧 你把它点开 在免费测试当中说了 你免费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一个模板ID 叫做编号为1 然后呢 它所对应的模板的内容 是用的云通讯 您使用的云通讯的短信模板 然后呢 您的验证码是多少 请一几分钟之内去填写 所以就相当一 回回来台课下 我们需要告诉给云通讯 你给我往哪个手机号上面 进行发送 然后呢 发送的是使用的 哪个模板的方式 TemplateID 模板编号 然后呢 你要向这个模板当中 填充什么样的数据 这个数据的话 就是以列表的方式 按照先后顺序去传 编号为 大括号为1的东西呢 就传第一个位置 然后编号为2 就传第二位置 是关于这样的意思 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好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它往外去发送短信 然后呢 紧接下来 这个Template的函数呢 会给我们回传一个信息 回传一个信息当中呢 就可以进行相对应的 测试操作了 这是关于它的一个 使用的方法 测试操作了